剪有一點點不剪折的感覺 那我等一下就要開始囉 剪囉 然後前面這麼長 那待會我們就來嘗試看看囉 嗨嗨 我是Sandy 張三滴 今天Sandy也是疫情下的小野人 然後你看不小心溜溜那麼長了 之前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沒有辦法出門剪頭髮 或者也很久都沒有剪 那我們髮型設計師也是一樣的 就是留了很久之後就來不及剪 然後開始開放上班了之後 就因為要盡量把時間留給客人 所以呢就是自己也比較少去 就是來不及去剪頭髮 那同事也都很忙 所以就不小心一流流到現在了 看真的超級無底長的吧 我很久沒有看過自己那麼長的樣子 因為我之前其實後面是剪到底的 現在整個長這麼長了 而且整個層次都長下來了 前面也是超級無底長 長到這樣 Super Model都是這樣子的吧 而且我現在還可以中分了喔 比起旁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中分的啦 那因為之前其實 Sandy常常嘗試自己剪瀏海 那因為剪瀏海自己看得見嘛 所以就是其實也不是 對髮型設計師來說也不是那麼的難 可是這次呢我就很想嘗試看看 整個髮型都自己剪 就從頭前面後面全部都自己剪 我想要試試看那個感覺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來為自己幫自己剪頭髮做一個紀錄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準備開始囉 我現在呢繞一圈給大家看看 我現在原本長度的樣子 好囉 我每次都會親我的客人甩來甩去 那我等一下就要開始 剪囉 然後前面這麼長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剪囉 先剪瀏海的部分 都看不到 這裡先打開一點點 剪瀏一點點不規則的感覺 哇我終於有一半重見光明了 整天已經很久了 再繼續剪等一下 然後這邊呢 要從這裡開始剪 剛剛忘記錄了 可惡 好接下來接下來呢 要剪右邊這裡 一樣有一點不規則 然後要剪到邊邊一點 要把瀏海剪開一點 如果不要剪到下白的話 稍微頂住 好 初步的瀏海完成了 就這樣 好然後我這邊要再剪開一點點 就這樣一點點 好啦 接下來我想要把這邊 直接剪剪掉一個 然後留下一個 中間長的鬢角 所以把這裡先 塞耳後 我看一下喔 好 把這裡先塞耳後 往後面 從這邊 剪這個 耳上一點點 剪這裡 看一下喔 黏上 黏上 這個鬢角 就是這樣 直接下去 哇 感覺蠻酷的耶 好 這樣子我的 前面半段 就剪好了 這裡 好啦這裡不要留那麼長 好了我們把它 剪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先把這裡的剪掉 好 這裡拉起來 來 拉起來 YES 是我的頭髮也好長喔 正想留作紀念 好 然後呢 這邊就會變成是一個 不規則的鬢角 好 稍微再拉起來一下 剪一下 好 等一下再來細修 這就是我的鬢角 好 接下來呢 我想把我的後面的里程 這裡把它剃掉 我就把它 分一個線 可是我現在有點斜的 這個線 好 然後這邊呢 也是要分一個線 對 後面這裡 也是要分一個線 這裡 里程 底下都把它剃掉 再把它 夾起來 好 那現在呢 這個呢 就是我後面把它 分好的區域 接下來呢 我就要把這個區域都 剃掉 沒有把它剃很廣 然後所以我不要很貼 平時我平常在剪頭髮 在班客人剪頭髮 非常少用到這個公分套 但是如果是自己要剪的話 因為看不到後面 所以它也是一個 非常可以運用的工具 來試試看 直接這樣推到 不要動才可以的地點 不要動才可以的地點 摘掉了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容易耶 到底是有沒有推到啊 好 長度這樣子 這樣 好 感覺不錯喔 接下來終於進入了 最後一個階段 我剛剛自己要把這裡剪開一點 結果好像剪更外面了 好笑 不過沒關係 它應該很快就長長了吧 接下來呢 我要把這裡 切齊 切到下巴這裡好了 好ú 我現在一半短髮一半長髮了 接下來呢 再把這裡也切齊 好了 终于把外围都剪好了 这个是现在我的外围路阔 接下来呢 我就需要去洗个头发 冲个水让它恢复现在的长度 再继续剪咯 看一下 真的有棋耶 是有棋吗 很好玩耶 我本来我想剪这么棋 但算了还是剪这个棋 但是有一点小不对称的感觉 然后硬硬的 只是这里被我本来要推一个小小的 现在好像推一个太大了 这样有点像法家吧 好 那我冲完水子之后 再见咯 先就是这样咯 这一支是我朋友送给我的吹风机 它非常有型耶 这上面还有我专属的名字耶 有看到吗 太近了 专属的名字 而且还蛮方便使用的 可以调温度也可以调风速的大小 好了 脆干就长这样了 我来看看刚刚刚的法流 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头发很神奇吧 明明刚刚就是剪一脚一脚一脚 可是你回去它原本的头发之后 回去它原本的位置 它会自动把那个一脚一脚变得很少 那边要这样塞也可以啦 整个往后塞也都可以 好 我现在再来调整一点点细节 我们就完成啰 这些 这些都是我的头发耶 好多喔 嗯哼哼 接下来再调一些 好 这个表面想要剪一些短的上来 然后 这里 我先把它塞好一点 我等一下又不小心把它剪掉 然后我本身头发有点自能卷 所以它刚好会往内贴 所以它不会像整个飞出去 这样还蛮好的 这里再把它 剪好 自己这样剪头发我有一个心得 就是剪旁边的时候 快要变动机眼了 然后我的自然卷 这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功能 我刚刚这样接两张 我刚刚真的就已经很齐了 基本上真的不太需要剪 你看这垫剪多好用 而且我之前刚好有染的 那个一点浅的 这里还会有一点点 颜色 头发还真好玩 这样子就已经也很好看了 好啦这要不能这么投篮 以后之后再来改 我这里好像一个没剪到还是什么 看一下 这样打一下 但好像还蛮齐的啊 好 这边 这样做 所以不要这么齐 就都 eben 这样一点就 这里板也比较好 好像里面借一点点松 兩側讓它鬆起來 因為我的頭比較尖 所以咬層間一點點 讓它這樣鬆起來 感覺比較不會那麼尖 然後下擺 下擺 剪一點點 讓它這裡不要那麼骨 像這樣剪兩刀 它就變得比較貼了 然後因為我後面剛剛已經把裡面剃掉了 所以其實它就不會有骨一個圓圓的 好像那個自然捲不是這裡都會骨一個蓬蓬 那因為我已經剪掉 所以它會自然的往下 頭型就是還OK啦 像這樣應該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吧 我剛剛沒看仔細不小心 又給它戳兩刀進去 覺得我自己也很神奇 亂戳自己的頭髮 好沒關係啦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頭髮就是 你覺得好看就好 它不一定要非常的 怎麼樣的一個 就是不一定要怎麼樣的一個樣子 才叫做很好看 像我覺得這樣子 剛好上下畫一刀 中間還留一點面頭髮 我覺得也不小心還蠻好看的 但當然我們剪客人不能這樣不小心 剪自己還好啦沒關係 我覺得我接受得了很好就好 接受得了就OK啦 好啦我的新髮型已經完成了 這樣是不是很像永遠加一個髮夾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是 轉一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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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還不太看得到我後面長怎樣 我們髮型是S嘛 反正萬一怎麼樣同事修一修就好啦 是不是呢 所以可以自己做一些不同的常識 那今天我自己的剪頭髮就到這裡囉 有機會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但是我覺得很辛苦 所以還是讓人家剪比較好 就是坐在那裡舒舒服服的 張開眼睛就變漂亮了 比較舒服一點 但偶爾有這樣的嘗試也是蠻有趣的啦 就這樣囉 記得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